近日刘鸾雄吕丽丽君被派到相约逛街 这也是两人分手八年来首度公开通况 当天71岁大刘与吕丽丽君出现在集团旗下的商场 两人身边跟了三名保镖 阵仗相当大 大刘与吕丽丽君逛街的时候 突然失控大骂路人 整个过程还被人拍下来 据拍摄者爆料 大刘一行人经过商场的援助时 刚好有一个男人蹲在援助旁 大刘健壮 认为男人挡住他 便跑过去质问男人 你干嘛坐在这里啊 男人吓得迅速站起来 表示自己有点累 大刘却不理会对方的解释 很大声饱足大骂男人 之后一群保安跑过来拉走男人 过程中吕丽丽君全程站在一旁没出声 网友们看了大刘骂路人的报道后 纷纷留言指责大刘 说有钱也不能无端端骂人 并觉得路人很可怜 也有不少人将注意力放在大刘与吕丽丽君身上 调侃道 吕丽丽君什么时候又得宠了 让他们去吧 之后